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道里流淌黑水 深井里打出臭水 究竟是何原因 后边有个咬猪草的 屡粮离食 发臭的深井水 最近国省屡粮市离食区早林乡 多个村庄的村民向我们反映 说他们村出怪事了 吃了多年的深井水 变臭了 这就奇怪 百米之下的深井水 即便是不够甘甜 那也应该是干净的呀 怎么这里的水会变臭呢 这样的情况又持续了多久呢 李大娘说 他家的深井打好有十多年了 平常水质清澈 一点意味也没有 然而近几年 打上来的水时不时就有臭味 不要说饮用了 光闻着都会令人干呕 在哪能接那个井水呢 你接下来我看一下现在臭不臭了 走 外面来后再来不要 不臭 现在臭不臭了 还好 这水不黑嘛 比较轻 说着 李大娘带着我们 找到另一户村民 这位村民也深受臭味困扰 臭上水的就能闻见那个臭味 反正臭的不能吃 我老爸还是养养的 养不喝了才知道这个水臭了 枣林沟河道 自北向南蜿蜒曲折 贯穿离石区枣林乡 陶家庄村的村民们说 发臭的水井都分布在枣林沟河道的两侧 村子北边的其他村情况更为严重 大家吃水都遇到了问题 随后 记者沿着枣林沟河道向北行走 在路边看到了一处平房 居住在平房里的人是刘师傅 今年67岁 枣林乡封家山村人 他家就有一口深井 家里吃水就是在这吃 现在来不吃的 为啥现在来吃 抽的不能喝 抽了 水有味道了你说 这我喝 一花切有 没啥味道 我看 随后 我们又来到刘师傅家北边的一户村民家里 询问了吃水情况 我们只要夏天下吃点水了 臭的在时候我就不吃的 还有味道了呀 有味道了 你问一下 你问一下这个水有味道了 是吧还是有那臭味 对对 记者调查了解到 早林乡桃家庄村以北 石桥村以南沿河道居住的村民 均闻到过深水井里边散发出的这个臭味 虽然呢 记者来的当天 也闻到了臭味 但是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村民们说了 臭味呀 实浓实淡的 他们也不知道啊 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现在呢 谁都不敢再吃这个井水了 而是呢 各自想办法解决吃水的问题 67岁的刘师傅 拿起了水桶 准备去 离家大概一里多地的泉眼处 打来近几天需要饮用使用的水 走了20分钟的上坡路 刘师傅来到了这里 能用多少天 咸铁 两口子的咸铁 自从这个7月的时候 臭都不能吃了 就在点声 累不累了 累啊要吃了 吃了才能不累 没办 没有办 三个多月以来 刘师傅就是这样 三天一趟 解决着老两口的吃水问题 但一直这样下去 总不是办法 要解决根本问题 还是得寻找问题所在 村民们说 井水被污染的原因 他们也一直在寻找 最后大家都怀疑 问题出在了村子北边 一公里左右的那家养殖场 村民们说 他们怀疑井水变臭 是因为在石桥村 有一家养殖场 这家养殖场将家畜排泄物 排放出来 污水直接进入 枣林沟河道向南流淌 导致沿河道分布的井水 都遭到了污染 这时 枣林乡冯家山村的村民 刘师傅 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段 排放污水的视频 刘师傅说 8月5号下午 他在家中闻到河道里传来臭味 于是就来到了 这家养殖场外边的 排水区附近 2点20分拍摄到了 排水区排放污水的情况 两个多月后 刘师傅在相同地点 再一次拍摄到了 同样的排污水的情况 这段视频是刘师傅在10月27号晚上 7点左右拍摄的 我们从前后时隔两个多月 拍摄到的两段视频当中 可以看出 当时从排水区内 出来的水量都很大 拾去时间也很久 而且水质浑浊 这是27号接的 这个是接的 你看 它没这 这黑颜色的 它没这 油没这 是接不满 都是接的半天 你打开 打开这个 这个也是 这个也有味的 是尿吗 我们看到 瓶子内的污水 近乎呈现黑色 气味发臭刺鼻 这水里的物质 到底是什么呢 随后 刘师傅带着我们 来到他拍摄视频的位置 刚一走近 我们就能闻到阵阵臭味 水渠里依然残留着污水 那他这个汤水下来 是在这儿能积下了 还是往哪儿流了 将这个广路这个洞 还能流出去 这个下流是个洞 就流到那边了 对 就流到往哪儿 那边是个山沟 是吧 它为下雨段了拍的这个 下雨段那头手压就好看 我们用塑料瓶接到的污水 水质浑浊发黄 臭味十分刺鼻 枣林乡的枣林沟河道 自北向南将水引入 离时曲界的三川河 三川河自东向西 又注入黄河 我们了解到 三川河不仅属于黄河的一级之流 而它也是旅粮多个县区的主要水源 是工农业生产的重要依赖 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力度 不断加强的今天 难道这家养殖场 真的会把污水直排破坏环境吗 为了核实情况 我们的记者沿着河道继续调查 在养殖场所在的石桥村 村民们竟然反映 他们的水源没有受影响 可是这个空气却出问题了 山下的人接到臭水 山上的人闻到臭味 夏天我们就没法吃饭 你看我们这玻璃上都是草莹 死的活的 大量污水直排 究竟与哪家养殖场有关 我不能说跟哪 我不小说 这后面还有 占地四十亩的养殖场 到底有没有手续 为什么我没有手续 还有手续 我就不配我 还有手续 我不配我 吕梁梁梨石 发臭的深井水 吕梁市离石区 枣林乡石桥村的位置在山顶 养殖场的位置在山脚 占地四十亩左右 东侧是空地 西侧是养殖大棚 石桥村的村民反映 因为村子地势较高 位于养殖场西北边 所以 他们的吃水没有出现问题 但是空气里 每天都充斥着刺鼻的臭味 这两天都比较 铁梁梁还稍微烤一些 夏天一直比这味道好 一上来就是 我现在就闻起 这个味道就挺大的吗 现在 六七年了 六七年了 一直就这个味道 一直就是 今天是就臭了 反正只有挂这个西方了不臭 因为是全场挂东方 臭这张桥似的 这是家里 石桥村的村民反映 到了夏天没有风的时候 整个村里 都会充斥着养殖场 传来的刺鼻臭味 我们看到 石桥村村民的住址 位于山沟下养殖场正上方 高度大概是500米左右 这么近的距离 村民们受异味影响是很大的 反正一直写不写 是糟吗 苍蝇多 都是苍蝇 你看那肥的 你看那大 你看那个苍蝇 污染的我们这儿 这铁料了 夏天我们就没法吃饭 你看我们这方林上 都是苍蝇 死的活的 下雨都也铁掉了 尤其再早的 苍蝇的 你咱那拔的 都是蒙蒙的 目前 这家养殖场附近的村庄 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以养殖场为界 河道沿岸南边的村民 他们的井水被污染了 河道沿岸北边的村民 经常受到臭味的困扰 我们了解到 这家养殖场的名称是 旅粮市离食区 巨威重养专业合作社 成立日期是2011年的6月22号 经营范围是 种植核桃养殖 那么村民的生活受到影响 到底和这家养殖场 有没有关系呢 为了了解情况 我们来到了 巨威重养专业合作社 据为重养专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说 污水并非是他们排放 而是石桥村内 一家小型养殖场排放的 而且全天24个小时 一直在排放污水 最后 我们从巨威重养专业合作社厂区内 沿着水渠找到了污染源 走到这处地方 就能看到上边留下来的 这个黑色的污水 这是由村上边 这个小的这家养殖场 留下来的 我们看到污水排放的地方 全部都变成黑颜色的 根据调查 记者了解到 污水的确是来自 山顶上的石桥村 而石桥村内的 这家小型养殖场 属于家庭农场性质 农场主叫张德顺 随后 我们来到了这里了解情况 租料就直接从管子排上走 下面有一些车子 地里头有个车子 那池子是起啥作用的 车子它不是下个路过去 有个车子 又死了 有点长跌 墙子它走了 沉淀完就排上走了 这位村民说 他家养猪20多年 从一开始的几头猪 养到了现在的80多头 因为觉得规模并不算大 所以就把污水直接排进了水渠 水渠里都是他家的 你们这家 前面家就算帮仇了 这位村民也承认 他们的家庭农场确实在排放污水 但小规模排放 不可能造成大面积污染 大量污水 其实都是从 巨危重养专业合作社的 划分池里出去的 对于村民所反映的情况 我们也询问了 巨危重养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那平常你用啥往车拉着 往那那那 故事里边故事超过车 我没俩鱼 我买了以后过两台车 那拉五六车六七车 都拉出去 有没有抽份车过来 说是抽这些 陈 陈 陈 没有 你见过他用那个抽份车 就是清理这个化分池吗 没有 没见过 没有 一直以来就没有 一直以来没有见 那他是咋排了 他就是从水沟里开始去了 对于该养殖场 是否存在大规模污水排放的行为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那么该养殖场 有没有环保手续 以及相关养殖手续呢 我看看你的手续 手续现在 你有什么手续 我跟你说 你说什么 我跟我布老你以后 将体拿不出来 怪东西都去了西安 这个应激手续跟环瓶手续 环瓶还无手续 拿不拿 配什么无手续 还无手续 我就不配 还无手续 我不配 经过走访调查 我们呢 发现了一些 令人存疑的情况 第一 巨威重养专业合作社的 经营范围是 种植核桃养殖 但是啊 我们单从表面就看到了 该养殖场呢 还饲养了鸡 驴 牛 等等 如此这个家禽 家畜 混合饲养的方式 是否合规呢 地面硬化的建设 占地情况 是否合法呢 开了多年的养殖场 竟然手续不全 他没有这次饭 对呀 让人烦心的养殖场 选址究竟有没有问题 你说的这个 就不是我们这个 主地区的坏 主地区它是 它是 它你现在 我们也现在 第一个不是主地区 我们也会 旅粮离时 发臭的 深井水 我们并没有在 巨危重养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这里 看到该养殖场的手续 为了了解手续情况 我们来到了 旅粮市历史区 农业农村局 他没有这次败 败 没有没有那个 黄金条件合作 手续 没有那个 肯定不能养殖 他现在有啥建设 只有一个 经营区 合作者 合作者 就营业执照 只有一个 根据 动物防疫条件 审查办法第二条规定 动物饲养场等场所 应当符合 本办法规定的 动物防疫条件 并取得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也就是说 没有动物防疫条件 合格证 是不能进行养殖的 除此之外 巨危重养专业合作社 将家禽 家畜 混合饲养的方式 又属于什么行为呢 可以这么养 如果是按规模 养殖场的标准的话 那就不行 精神养一种 办理手续也一般 不提倡的那样 不提倡 有可能会有这种 传染病 之类的这种情况 容易 屡粮食离食区 农业农村局 畜牧技术站站长 任文斌 当下向其他股市工作人员 进行了电话核实 了解到 巨危重养专业合作社 仅猪的养殖数量 就超过了1000头 按照标准 猪出栏 大于或等于500头 就能达到 规模养殖场标准 而且 该养殖场 将家禽家畜 混合饲养的方式 属于违规行为 那么 对于这家养殖场 存在这样的情况 屡粮食离食区 农业农村局 是否知情呢 有无奈协计 就是上情况 你干鬼见的话 不是就是他这个事 就是这个农村的赛户 也不能这个随便 还有 不是他这个事 就是硬一件鬼目的 那排人家沟里的 那哪行 那看见不行 如果要看他违规不违规 就是黑黑 他得实地调查 实地调查 他究竟养的多少 达到什么维法行为 达到 他要在这里 跟着我们的 屡粮食离食区 农业农村局的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他们会对该养殖场 存在的问题 做进一步调查 随后 我们又针对 养殖场排放污水的情况 来到了 屡粮食生态环境局 离食分局的 环境监察大队 先回去了 几个人都没有 有的可能出去了 你也知道 那地方有手续呗 怎么啦 环保手续都没有 对 按照规定 它是不能生产的 你不是说没手续吗 要这 要这 就是要闺牧的 到头主了 又拜 拜手续了 到头主了 不用拜手续了 要过接线 后来又核实 要你的闺牧了 你们一直没核实 它这个企业从11年 就注册了营业执照 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一直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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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后开始 我们这些药物 也不是我们的拐 你直接把那个猪尿 往枣林沟里头排了嘛 那枣林沟里不就连着山川河了 那能行 过去呀 我其实不是这些阶段 目前 目测巨危重养专业合作社 已经达规模养殖标准 但却存在家勤家储 混合饲养的违规行为 问题颇多 而且手续不全 那么 该养殖场 是如何经营了 九年之久的呢 除此之外 巨危重养专业合作社的 占地情况 又有没有问题呢 随后 我们来到 旅粮市离食区 自然资源局 了解情况 厂居樱花路面 建设房屋 就是工人居住的 这种房屋 它需要办建设用地 不办 咱们现在就不办 要真的就不办 根据全国土地分类 和关于养殖战地 如何处理的请示规定 养殖用地 属于农业用地 管理和生活用房 印花道路等附属设施 属于永久性建构住屋 其用地 比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 需依法办理农用地 转用审批手续 据为重养专业合作社 厂居内 有生活用房 也有工业设备 还硬化了路面 那么 关于这部分用地 该养殖场 是否办理了 相关用地手续呢 面对记者的询问 屡粮食离食区 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张承辉的情绪十分激动 随后将我们推出了他的办公室 并且拿走了记者的手机 将记者带到离市区公安局 宾河派出所 在派出所内 当我们想再次询问他 两家养殖场的选址 符不符合要求时 作为报案人的他 竟然早已离开 根据动物防疫条件 审查办法的相关规定 建设养殖场 应距离居民区500米以上 关于这家养殖场的选址 是否合理 符不符合要求 还需要相关部门的 进一步的认定 我们了解到 离市区 枣林乡 枣林沟河道沿岸 不仅有村民家里的申请 还有两家生产饮用水的企业 这个污水流经河道 是否已经影响到了地下水源 这个需要当地相关部门的重视 对于这家养殖场存在的问题 我们栏目也会进一步的予以关注